有些人就是比较聪明,还是应该说比较狡猾,他们可以从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找到捷径。 欢迎来到脑部机,今天要来看5个在游戏中开八卦的人。 第五,夹娃娃机。 前阵子很流行夹娃娃,每个YouTuber都会显示自己夹娃娃的技术,相信每个人都有试过,但是夹娃娃的确不是这么简单,因为机器本身的设计是为了让你夹不到。 像是夹子太松,里面的娃娃放得太远。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假娃娃骸客高手,这一切对你来说都不是那么重要了。 拿着一个超强犀利的磁铁,贴近玻璃与娃娃上的铁圈触碰,再把娃娃放到出洞口,简直就是太狡猾了。 第四,拿出镜条。 在日本一间博物馆里面有一个透明箱子,里面装着一个12.5公斤重的纯金条。 箱子里还有一个只能穿过一只手的圆洞,将金条拿出来是非常困难的。 拿出金条的人也可以得到奖励,难怪每天都有人要挑战,但是却没有多少人真正成功。 只用一只手抓的金条其实是很重的,加上箱子的设计洞口,让这个任务难上加难。 但是还是有几个人成功的将金条拿出箱子外,可惜的是将金条拿出后,并不能将金条带回家。 但是成功的人可以得到一张用纯金做的荣誉卡,价值日币4500元。 第三,投篮机。 大部分的人都玩过投篮机,世界上有许多聪明狡猾的人,就连投篮机也可以作弊。 这位小男孩爬上机器以近距离的方式将篮球放进篮筐得分。 你可能从来都没有看过有人这样做,因为这个机器的目的就是要让你用投篮的方式来得到分数,而不是用放的。 除了这位男孩之外还有人使用更省力的方式来作弊。 他拿一颗球在篮筐内摇晃篮筐,让感应器可以读到每个动作而不断的增加分数。 第二,投射机。 到游乐欢乐世界里面玩不外乎就是要拿到许多彩票。 设计者张这台机器设计让人可以以投射方式设计目标。 但是这些设计的人可没有想到现在的小孩都非常聪明,不断轻松的跳进机台内, 还轻松的拿到920分,以及许多可以兑换礼物的彩票。 第一,贩卖机。 我们有时候在外面突然肚子饿了,在贩卖机购买零食的经验, 但是买完之后又立即后悔。 世界上有个人似乎时常有这样的困扰, 所以他想到一个狡猾和违法的方法来混淆贩卖机系统。 他将胶带粘在纸钞上,并在适当的时机将钞票拉回来, 这就是他得到免费零食和饮料的秘密。 但是因为这样做是违法的,被抓到可是会被认为是偷窃行为, 所以大家还是看看就好。 看完这个影片,大家还是需要震震荡荡的遵守游戏规则比较好哦! 有空也可以到虾皮逛逛我的宠物肌肉肝,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,不要忘记帮我按喜欢和分享。 想看更多有趣的影片也可以订阅这个频道,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,拜拜!